大家好 欢迎关注胡坎汽车 我是老胡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都认识 别克凯越 03年凯越刚出来的时候跟伊兰特福美来号称新三样 界定了家用车的新标准 这台车是09年8月份上牌 是凯越的中期改款 还是1.6的发动机 四速自动挡的变速箱 只不过前轨脸的格栅变成竖式的 早期的凯越是横式的 尾灯的形状也有变化 是1.6自动豪华版 天窗 真皮座椅都有 凯越当时手动挡都要卖15 自动挡都是16期 后期随着它产品末期 价格优惠力度都很大 这个车除了废点油还真挺好 空间大小适中 作为家用车还是够的 维修位价不贵 油耗得10个到11个 总体来说还行 后期换装1.56AT的能控制在10个 早期的都得11个 价格便宜 美系车 韩系车认知度不是很高 像这辆车是09年8月份上牌 到目前为止已经12岁了 但是就跑了10万08千公里 本地一手的私家车 价格只有2万出头 练个手 带个步 过个度 特别适合 为啥 价格便宜 维修位价便宜 车体相对来说也比较结实 所以喜欢练手带步过渡的朋友 不要错过 这台黑色的凯越 内饰是双色设计 米色和灰色搭配 还有这个仿陶木的试板 这个哑光的亮条 显得挺有质感 当时这个车出来的时候 确实是卖得很好 凯越的保有量超过300万辆 作为一款家用的车 它做的真心不错 我们很熟悉的 来看一眼这个自动豪华型的配置 双线技能 ABS加EVD 四门电窗 电动后视镜 亮度可调 这个空调 助力 然后导航和倒车影像 这个车主自己加装了 前后摄像头的 这个行车一路仪 真壁座椅 这是它的背座 烟灰缸 手扣里边 这个还有个DVD的机器 这个地方呢 有空调出风口 可以吹饮料 这有个扶手箱 凯越车呢 车长4米5 当年在凯越伊兰特 福美来的家用车来说呢 它卖的真心不错 价格便宜亮度 09年的车才跑了不到11万 本地一手 车况完好 才2万多 真的非常实惠 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 凯越车的后排空间中规中矩 坐两个人很舒服 坐三个人呢 也能接受 地摊高度不是很高 这个有个烟灰缸 西部空间呢 有两圈 头部空间呢 一圈以上 这个作为家用车来说 拉五个人的时候比较少 这个整体座椅的材质 做工还可以 总体来说呢 价格便宜亮度 它对得起卖这2万多块钱 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 凯越是标准的三项设计 符合中国人对三项车的这个认知 这台是老凯越的改款车型 这个外观和造型啊 这个有了变化 动力整成没变化 尾灯的形状不一样 行李商容积呢 大概在450升左右 应付个家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看一眼它的备胎 备胎 铝轮 铁轮 全尺寸的工具什么的都非常整状 都在这 价格便宜亮度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呢 可以关注我们头条号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